图纸格式,我们可以采用标准的图纸格式 A0的,A1的,A2的,也可以自己定义图纸格式 图纸格式定义在我们新建工程图的时候,它将进行提示 单击新建文件,点工程图,单击确定 系统将弹出这个图纸格式 这个图纸格式,我们在这个系统里头显示出来 如果只显示标准格式,我们是用的是A1图纸 A2,A3,A4,使用哪种国标的图纸 你可以选择标准图纸,这就是数据口中自带的 我们只要选择一个图纸之后,单击确定即可 我们也可以进行自定义图纸格式 自定义,就是我这个图不是工程标准图 而是一个特殊的图纸,那么我们可以 把这个宽度和高度给它输入进来 以单击确定,即可以相当新的图纸格式 这个图纸格式生成之后 我们后面也是可以进行编辑图纸格式的 把这个图纸,右键单击 先编辑图纸格式 那么在这里,这个图纸编辑格式就可以进行操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